做出一個九九乘法表 它的長的樣子就像這樣 那基本上你會發現 它每一個每一個都有固定的一個樣板 那這個樣板的話你會發現 一直到這邊也是一樣 就是說它基本上就是前面一個變數 這個用X來代替 後一個變數等於 這個是這兩個變數相乘的結果 然後後面的話會有一個什麼呢 會有一個間距 這個間距的話我們是要按TAB鍵 TAB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輸出TAB的話 那你可以什麼 用那個基本語法裡面 我們這邊不是有一個什麼 不是 拖曳資源 拖曳資源裡面的話呢 我們前面有用到什麼 用到換行對不對 那另外底下有一個什麼 反斜線T 就可以輸出什麼 TAB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我們其實是用TAB鍵 所以大概知道這個邏輯之後的話 那我們來撰寫這個程式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先不用那麼心急 像我有時候要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會先按照一個部分一個部分的慢慢完成 那我先怎麼 假如我要輸出99層法表的話 那我可以先輸出什麼 輸出一列 那這一列的話我去觀察說 這一列有什麼共通的地方 然後呢有哪些地方是會不斷改變的 所以第一列你會發現喔 前面都是一樣 一乘上 前面都一樣一乘上多少 那後面的話呢 帶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是一到九 那後面的話呢 也是一乘上那個變數的結果 再串接一個什麼呢 一個TAB 所以喔如果我今天呢 要把這個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只有寫一列就好了 那其實只要有一個forJ就可以了 OK 裡面的迴圈我習慣用forJ 外面的迴圈我習慣用forI forI,forJ OK 然後呢 所以第一個 forJ in range 那數字的話是一到九 所以呢 range的話 1到10 到10停下來 就是一到九的意思 然後enter一下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enter它 那再來的話呢 我要什麼 printer 這邊特別追啊 我要printer printer什麼呢 前面都一樣 所以就是一個雙引號 然後把1 乘用x來代替 後面的話呢 串接 所以串接的話加號 加上那個J 不過J的話是一個整數 要跟文字串的話 一定要什麼 轉型 大家還記得吧 把它刮符起來 把它變成文字 再串 然後再加一個什麼 加上 他們兩個相乘 1乘上J 所以加上 1乘上J 的結果 相乘的結果 大概一樣嘛 要把它轉型 3 轉型之後 才可以串接嘛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還有一個等號 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等號 所以這邊的話 加個等號 然後再加上這個有沒有 就是 應該看得懂 我這樣在打什麼 這個東西 打這樣子 這個 後面 1234到9 這個指的是這個 等號 等號 就是這個 然後後面的話 是相乘的結果 把它輸出到這裡 最後的話 還有一個TAB 所以TAB的話 就打 再串接 加上一個什麼 反斜線T OK 這樣的話 基本上 我們就完成第一階段 不過如果現在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1乘上1等於1 TAB 1乘上2等於2 TAB 有了 但問題來了 它變成直的 可是它橫的啊 那為什麼 它這邊 會變成直的 因為什麼 後面多一個什麼 Print本身會帶一個什麼 Enter 所以剛剛不是有講過嗎 如果你要把後面那個Enter拿掉的話 那你可以什麼 豆點 加一個參數 Enter 就是後面的那個 換行 幫我清除掉的意思 OK 這樣的話呢 加一個這個東西 它的換行就不見了 資新 有沒有 現在比較OK了 好 第一列搞定了 如果第一列搞定的話 再來的話 就第二列 第二列到第九列 可是如果將來 你總不可能說 第一列有了 然後第二列怎麼做呢 把這個for回去拿來嗎 然後再講 把這邊改成2嗎 然後這邊再改成2嗎 這樣有沒有可能 資新 有沒有 有了2 可是問題 它跑到哪裡了 跑到後面去了 所以基本上 我會在這邊多一個 乾脆在這一層有沒有 多一個printer 因為 我們的後面的換行都拿掉了 所以我要讓它強制換行的話 那我願意說 在中間多補一個printer給它 這邊換行 OK 可是不對啊 1 變2 然後呢 3怎麼辦 豈不是說 這個把它複製再貼過來 然後把它改成3 再貼變成3嗎 這樣不就是變成怎麼樣 不是很OK的啊 只是說你程式只有寫一半 可以喔 這邊的話 還必須在外面 再包一個for圍圈 就for i 裡面是for j 外面在for i 就OK了 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完成第一階段 這樣子而已 來畫面圈還給各位一下 那如果你橫向一列OK的話 其實縱向到第九列喔 其實呢 應該也差不多的方法 當然不是說這樣你 再把它複製貼下來 再讓它跑 不是喔 OK 所以如果不是這樣寫程式的話 那怎麼辦 不過跟各位講 如果你實在到時候 你外面的第二層迴圈寫不出來 你也許可以先應應集一下 如果你那個部分 假如程式不複雜的話 那導也是暫時性 可以解決問題的一種方法 OK 那再來待會我們就思考 如何再把那個 以其他的第二列的部分 到第九列的部分 也可以讓它自動可以輸出